北京时间12月22日 NBA常规赛 胡人惨败太阳 遭遇三连胜 詹姆斯全场出战 34分钟19投13中拿到34分7篮板 二助攻二抢断 从1号位打到5号位 第三节崴脚 痛得直拍地板拒绝下场 听尽全力仍输球遭遇三连败 莫杰下场时一脸沮丧和无奈 莫杰最后5分钟胡人落后20分 胡人代理主帅菲兹戴尔仍患上詹姆斯 菲兹戴尔如此用人遭质疑 国内名嘴洋溢感叹 倍感悲凉 菲兹戴尔比沃格尔还很用当家球星 最后5分钟落后20分 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可胡人代理主帅仍患上老瞻 虽然詹姆斯拒绝负荷管理 但没必要这样用詹姆斯 赛季至今 詹姆斯场均上场高达37.4分钟 胡人生涯场均上场时间新高 本场比赛 菲兹戴尔安排的阵容轮换也引争议 第一节16-6火热开局 却突然使用安东尼、威少、小托马斯和朗多的自杀式阵容 被太阳打出15-2攻势 下半场第三节 胡人以小乔丹为中锋的小个阵容 短短90秒 被太阳打出9-0攻势 不得不说 菲兹戴尔的佣人太糟糕了 比赛快结束时 镜头给到胡人替补席 詹姆斯沮丧一幕被拍到 老詹坐在浓眉身边 低头捂着脑袋十分沮丧 一脸无助和落寞的表情 詹姆斯轰下34分7篮板 仍惨败太阳 究竟谁还能拯救这支紫金军团呢